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法兰幕剧 温暖在我心 上集正在播出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兰幕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故事叫做温暖在我心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叶平 心地善良 敦厚老实 还有个弟弟叫叶安 哥哥为了让弟弟能够完成学业 自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背井离江 到城里打工 然后赚钱供弟弟读书 可以说这些日子过得非常苦 省吃俭用 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弟弟 按理说这弟弟那对自己的哥哥应该是感激 可是这弟弟并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觉得那你是我哥 你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叶家的老父母也不忍心 这个儿子在四处奔波 所以让叶平回来找一份工作 叶平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这个人非常的勤奋努力 他从这个学徒慢慢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甜点师 故事另外一个主人公的名字叫温暖 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 这个温暖看起来很强势 似乎又心事重重 而且总是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 那么由于找工作 我们叶平甜点师跟温暖咖啡馆老板 两个人之间就相遇了 那么他们之间会出现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想看到你 不是 那个你们叫 我们叫什么叫男的 你干嘛呢你 你干嘛呢你 你干嘛你 你干嘛你 干嘛你 你干嘛你 你干什么你找死啊你 你用吗 你醒醒 我送你回去 你醒醒 我说你慢点 你一会儿再 喝点 我又没有 是没喝 这 歇会 你慢点 我回来了 这是我的 我的店 这钥匙看到没 你醒醒 这钥匙 再喝点 给你放桌上了 再喝点 放桌上了 行 你好好歇息吧 我走了 好饿 肚子好饿 我要吃东西 你说什么呢 你这大碗上的让我去哪里弄吃的呀 不是 我说你醒醒 不是 你干嘛呀你 我都敢说你把我送回来的 你吓我一跳 你知不知道 你昨天晚上喝醉了 别指望我会感谢你 说吧 什么企图 不是 我对你能有什么企图啊 在大马路上把你捡回来 你把这个给喝了 消消酒气 你不是饿了吗 给你熬的 红豆腾啊 啊 行吧 你吃吧 我走了 等一下 昨天你是来应聘甜品师傅是吧 啊 你们店不是 你被录用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是老板 我说你被录用了就被录用了 怎么那么多问题 坐下来 昨天你在我店门口 看见什么了 我不就看到你和一个男的在那 我什么都没看见 没看见 多做事 少说话 老板娘 我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呢 就是 我想住在店里面 我家离这儿挺远的 我弟弟呢 就在附近上学 我正好可以照顾他 能不能行啊 工资里课五百 五百 爸 妈 走 咱们去学校找爷安 走 同学您好 请问一下 燕安在不在 燕安不在 你是他的什么人啊 我是燕安的哥哥 燕安他们出去吃饭去了 谢谢了 妈 爸 妈 烈不烈 关心 我脱钢的 哎 要不这样吧 咱们在这儿吃点东西休息去 没事啊 哎 哎呦 哎呦 这他花不手去了 嗯 就是 儿子啊 我能不饿 对了 这包里啊 还有几个鸡蛋 我给你爸就点水 变一下肚子就行了 哎呀 行了 爸 妈 今天听我的 咱们休息一下 咱们休息一下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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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必须 叶安 天学 我脑下来找我 你们会需要再等我 我们先回去了 谢谢 你们怎么来了 那也不打个招呼 突然袭击吗 你这孩子 见你又不是见领导 干嘛还要提前打招呼 你哥给你打电话了 你没接 我们就到寝室找你 你同学说你吃饭去了 什么 还去了我寝室 他的主意吧 怎么了 去你学校的寝室都不行 这时候你哥哥也是为了 早一点找到你 脑题字有意思吗 大不了以后我读完书 挣了钱还给他总行了吧 你说你啊 你大哥为了你 连大学都没有读上 就到深圳打工 给你挣学费钱 你欠他的啊 你还不清 你和一般懂事 你妈死也迷目了 行了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你等等 这是我们给你带了点图片产 你不是要毕业了吗 给你们老师送点去 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挺可惨呢 这儿不是农村 不兴这个 那兴什么呀 这样吧 咱们把他拿 拿着 还要上课 咱别耽误了 行了我还要上课呢 我先走了 一安 干嘛 还想教育我吗 这钱你拿着 快递业了 行了 爸妈还等你呢 走吧 一安 一安 你等等我 你怎么来得这么慢呢 刚才给你钱的 那个人是谁啊 那是我家亲戚 亲戚 怎么以前你没有说过呢 你昨天不是看上 那一千块钱 那条裙子吗 我带你去买 一安 你能不能给我说句实话 刚才给你钱的那个人 是不是你大哥 一安 其实我不在乎 你的家庭条件 是不是很好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 在同行们面前冒大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夜安 你明不明白 夜安 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自己的家境贫寒 所以他对于同学 对于女朋友 一直刻意地隐瞒 当然作为大哥来讲 很理解弟弟 他并没有责怪弟弟 对弟弟是一如既往的付出 这大哥就觉得说 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 很重要 而且呢 这也是父母起名字的这个用意 现在夜平回到了家乡 找到了工作 就在这个温暖的咖啡馆里 当这个甜品师傅 咱们说了 人又老实 又手艺又好 勤奋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客人呢 对他做的甜品呢 非常感兴趣 都成了回头客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让夜平呢 就非常的好奇 那就是每天总有一个固定的客人 总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默默地看着这个咖啡馆的小老板 温暖 而温暖对这个男人呢 好像是刻意地回避 时间长了 这个夜平就想 说这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老陈啊 问一下 这家店啊 感觉特殊 而且啊 老板特销 您刚才夸奖我的话 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啊 这样一来 我顿时就觉得心情大好 这样的 这两天啊 我们店里来了一个新的甜品师傅 我送你们俩人 一人一份甜品尝尝 怎么样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老板娘就是大方 大方 大方 我这个人啊 就是喜欢交朋友 不过呢 我也不是什么人 都跟他交朋友的 老板娘这么好找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您看 您对我又不了解了吧 我这个人啊 性格最大的缺陷 就太耿直了 喜欢的人呢 我就一定跟他交朋友 要是不喜欢的人呢 我连话都不想跟他说一句 嘿 嘿 能交到老板娘 只有第二个朋友 我真是都来不及 是不是 那个 我先去跟你们准备甜品 先试试一会儿啊 谢谢啊 谢谢啊 真漂亮 漂亮吧 漂亮 姐啊 联想师妈妈 你还联系 孩子还会有的 孩子啊 只会把自己的心情 都会有自己的 感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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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你在哪儿啊 在哪儿 在哪儿不知道 你那边怎么那么丑呢 不知道 拜拜 温暖 是我 叶琴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给我倒一下 我送你回去吧 来我扶你 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 我家里挺穷的 没有女孩愿意跟我 再说了 我也不想耽误别人 你能抱抱我吗 好 我是说 你能抱抱我吗 不是 老板娘 你开玩笑吧 这 这 这个不合适 我 我让你抱你就抱 我 你能抱紧一点 你能抱紧一点 我好了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煮碗汤 你醒醒酒 就想跟你聊会儿天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把手机翻遍了 都找不到一个人打电话 我就想跟你打个电话 你对她好奇了 你对她好奇了 我不想看到你 谁 谁呀 不合适 难道 你真的不想知道 我和她实现的关系 不想知道 你发 黄 那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吵架 吵架 我们还能吵架吗 问了 你的姐妹 我看好了 名牌大学匹业 还有这么优秀的实习推荐 还有这么优秀的实习推荐 我这儿 没有理由不聘 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谢谢前早 那我先出去了 你等等 如果你把衬衫的第一颗扣子解开 会不会更自信一点 无论 对 对 他 陈先生亮把那个狐狸精给我叫出来 你别闹了 这是公司 哪有什么狐狸精啊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我还不了解你啊 我 陈先生亮 你有老婆 原来就是你啊 你干什么呀 没有 没事吧 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离婚 你胆子还挺大 陈先生亮 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离婚 让他死也死得明白 说我对不起你 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 你还想好 行啊 别闹了 就对不起 你会不会离婚 你会不会离婚 我会跟你说 你会不会离婚 或许婉 你会不会离婚 那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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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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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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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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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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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